57歲的陳錦雄 多年來為了照顧患自閉症的兒子 一度減產 起2019年 才復出拍攝劇集分內情 近年就轉往內地發展 近日 他出席慶祝許少鴻太太生日的聚會 同場還有阿蛇 歐陽真華 韓瑪麗 導演哥等等的老友 而他就站在中間 看上來比以往瘦 眼角都出現皺紋 頭髮都略見稀疏 創留了不少 李隆基未婚妻阿Chris 黃青霞 日前因為預期居留被交叉 在20日早上被提堂 而之前身在廣州的李隆基 就回覆其他傳媒 表示清楚發生的事 但因為需要錄影節目 最快都要21日才可以回香港 由此擔心未婚妻會入獄 和忍不住痛哭 表示一定支持他 明言未婚催 一定不會捨得離開自己 心情表白 結婚承諾 一定不會變 不需要太多 以後吧 乖乖的 73歲李隆基基哥的 36歲女朋友 黃青霞 Grace 有傳在今日被入境處 拘留扣查 兩個人近一年愛得相當高調 由於Chris在01娛樂獨家專訪中 曾經帶上多項證書資料 並表示自己透過憂才計劃來香港 兩個人在上個月曾經因為負面風波 而向梵德偉律師事務所諮詢法律意見 今日記者再向梵德偉律師 求證Chris因在講與其拘留 被入境處拘留調查一事 可惜他聽到問題後就指我沒有評論 和我不方便說 然後就急急地剪刀了 62歲的江華曾經演過無數經典電視劇 近年他轉至內地 密密拍片和網民互動 不過他最近竟然自爆有地中海禍 江華拍片在茶餐廳吃叉燒飯 見他又帶頭巾又帶超 有網民留意到他的打扮留言問 江華為何經常喜歡戴帽戴墨鏡吃飯 有人就回覆這個留言說地中海 而江華這個時候就現身親身回應 他以 哈哈哈你說得對的貼圖去回應網民 大方承認有地中海 江華經常都戴帽或頭巾示人 早已傳出他陷入中年脫髮危機 2018年 他就上座了一張沒有戴帽的照片 他頭髮橙青 M字壓很明顯 和當年的蕭蕭形象差得很遠 龍年來到 新年期間 不少人都會約好友共聚 林健明 大姐明 連日來分享了不少屯伯的照片 初七人日 他就相約了移民加拿大當年 很久都沒有露面的 近來的詩儀 何守信 何守信在2018年 主持完世界杯節目之後 就正式離開了香港娛樂圈 多年來都沒有公開露面 何守信難得現身 有大批網民都留言 勾起了集體回憶 大姐明說 何必回香港探朋友 有網民留言說 新春見到何必哥 仍然年輕有型 好開心 而大姐明就回覆對方說 是呀 佳恩他早熟 一早就是這樣的樣 50年不變 一前有網民在澳洲 昔離街市 偶遇前TVB英男小生 陳浩文 還拍下了照片 照片中陳浩文 專心地和當主溝通 身邊圍繞著多名大媽 網民透露 陳浩文在澳洲 仍然有Fans 但天文下 仍然有人留言 提起2011年 陳浩文借最非禮 陳家媛的風波 最近他回到TVB拍劇 受訪的時候 不被偉地回應 舊文 講話不在意 被叫戰男 還表示不喜歡我 就繼續不喜歡我 沒有辦法 今年即將60歲的三屆師弟 麗耀祥 近年轉往內地發展 又轉型做美食KOL 不時和內地的網民分享中山的平民美食 又試過大熱天時在戶外吃大排檔 近日麗耀祥回到香港過年 一回到香港的麗耀祥 立刻和親友商約在半島酒店吃下午茶 又去到米芝蓮一星的酒樓吃鮑魚燕窩 相當豪氣 恭喜恭喜 2月19號撼傳來喜順 2年39歲的TVB男星 楊潮凱和太太結婚之後 2018年生了大女Kathrine 相隔6年 貼招姓波照 宣布再做爸爸媽媽 她留言大爆 大女每年生日都表示 只好想要個弟弟或妹妹 今年大女願望成真 Sweet爆表示辛苦老婆了 黃蓉今日以身尖叉嘴 出席活動 被問到現在是否擔任阿姨的經理人時 Goria就說 我問掛名 因為人們都是IG在私訊上找我做事 因為IG在私訊上不回覆人家 然後說阿姨載了我 拉客人說 我現在是幫她接工作 即是經理人 接工作就是 沒有賺錢的經理人 我完全一元都沒有分 還要陪她工作 還要陪她一起搭車陪她工作 不用分給我 因為之前的報道就說 我常常幫她接工作 又騙錢 是呀 又說我 沒有出糧 即是很多這些 因為之前就是這樣說 你千萬不要 一元都沒有給我 是呀 我做零元經理人 我幫她叫高一點 是呀 因為她 起碼都有 是呀 有的 是呀 一定有的 是呀 但是她自己開格就不會 因為她說以前做有很少錢 現在就幫她開高一點 袁慧豪和張寶怡 為兒子舉辦的八日宴 邀請了多名圈中好友 其中謝東敏 朱自然前後腳出現 而那一套袁慧豪近期有被網民討論的事件 有份出席的吳亦坤 就分享了面對的方法 沒有的都是一笑自知 你越在意她就越越容易 即使令她們開心 你太太會不會有遇到她的事 我太太也會有的 可能有時候她都說 有人DM她 說我是藝毒 即那些東西 DM你太太跟著說 對 即是說她 可能她害怕她不知道我的 舊新聞那些東西 但她都說 即是不需要理會 他其實是喜歡你 總之我是人 吳亦坤還似乎不小心 爆出了一個驚人秘密 坤哥今天準備了些什麼 送給伸手爸爸 今天我也在伸手 不是 差點說 沒有沒有沒有 都是封回理事仔 大家實用一點 好像比較 沒有三個月 沒有 沒關係 所以都很開心 可以沾一下福氣 袁偉浩近日為兒子舉辦百日宴 而她的舊愛 神幸妍同樣生活美滿 日前在社交平台上再跟老公的甜蜜合照放閃 大批網民都讚她美女 她在2012年參選香港小姐 還奪得最上頸小姐 入行十年主要做主持 不過在2017年 就因為壓力問題 令甲狀線抗進症復發 需要長期吃藥 導致身體水腫 曾經一度考慮適應轉行 直到2020年 生日的時候透過IG宣布分訊 在第二年兒子出生之後 約滿就離巢了